疫情也是很有很抱著希望的那種人嘛 疫情所經受過的最大的考驗是什麼呢 那八幾年 有一次在香港那個計程車這個罷工 計程車罷工沒想到變成暴動 那時候斯蘭森是很省錢的 這個他就是老是用二手車 不用一手車 那個車老是有點壞 我們看這個暴動的這種人潮過來 我們車還是開不著 那時候我就跟斯蘭森講說 好了我們可能要面對這個很大的考驗 算了吧 反正怎麼來我就怎麼樣去對待他吧 那時候還沒講完 那個車就開動了 那我們就開走了 那時候第二天他就把車換掉 可是那時候我覺得是 我們兩個人真的是突然間覺得 好像我們算是好還是不好 還是很好的一隊